草莓仙女下来吧 我来啦 榴莲走开 芒果仙女下来吧 我来啦 榴莲继续走开 葡萄仙女下来吧 怎么又是榴莲你 快走快走 好了 水果仙女们上车吧 咚咚咚咚咚 我们要去水果仙女玩了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你又不是水果仙女 可我明明就是榴莲仙女啊 你看我能变出来好多榴莲的 好臭啊 水果仙女都是香香的 哪里像你这样的 我真的是 不行我们问小伙伴吗 小伙伴吗 如果你们认为我是水果仙女的话 就发送咚咚咚 看吧白雪 根本就没有小朋友说 你是水果仙女 这样吧 如果你能让童话王国 一千个人喜欢你 说你好吃 我就让你成为水果仙女 没问题 免费送榴莲了 大宝王子 这些榴莲送给你们 我们才不喜欢吃榴莲呢 你快离我们学校远点 现在整个学校都是榴莲味 搞得我们都没办法上课了 就是 你快走吧 好吧 我这就走 阿姨 我来给你送榴莲吃了 嗯 榴莲 是我最讨厌的水果 我不要 我不要 谁呀 哎呀 怎么这么臭啊 是我的榴莲 虽然闻起来味道不好 但是吃得很香的 你要不要尝尝 我才不要 我可是香香公主 才不要吃这个东西的 童话王国里 没有一个人喜欢我 如何 我再也不说自己是榴莲仙女了 咦 白雪 你拿的什么呀 味道怎么这么奇怪呀 是榴莲 是不是影响到你了 我现在就走 榴莲 我还没吃过呢 我能瞧瞧吗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给你黑暗魔王 喵喵喵喵 哇 很好吃啊 老大 我们出去玩啊 牛家快 你快来 我发现了一个好吃的水果 你瞧瞧 这么臭 能好吃吗 喵喵喵 啊 这么好吃 这一人喜欢吃我的榴莲了 不过 只有两个人喜欢 怎么才能让大家都喜欢呢 我们可以帮你啊 白雪 烤榴莲 想填个烤榴莲 榴莲雪糕 超好吃 榴莲披萨 快来看啊 榴莲雪糕 我们要一个 给你们 喵喵喵 榴莲味道的雪糕 好好吃啊 我们喜欢榴莲 妈妈 我要吃披萨 可是 榴莲味道的披萨 能好吃吗 你们先尝尝 呃呃呃 榴莲味道的这么好吃 白雪 没想到 已经有九个九十九个人喜欢你了 太棒了 我马上就能成为榴莲仙女了 白雪 一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很可惜 你头上的数字没有超过一千 所以 你还是不能成为水果仙女 什么 我就差一个人了 王河 你再给我点时间吧 不行 白雪 还有榴莲吗 我最喜欢吃榴莲了 王河 你看 一千了 可是你已经超过时间了 我真的好想成为榴莲仙女 小伙伴们 你们说 我要不要让白雪成为榴莲仙女啊 如果要的话 就发送666 如果不要的话 就发送888 伙伴们 一定要发送666啊 我真的很想到榴莲仙女 拜托你们了